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 双汤小海鲜的家常做法 小海鲜我今天用了点虾 两个大螃蟹就可以了 先除虾 然后再除理螃蟹 先去虾壳和虾头 现在把虾壳去干净了 去干净了以后 我们从背部画一刀 留住尾巴这一截 背部开刀 虾用清水洗干净 虾从理完整了 现在来从理一下蟹 先掰开蟹盖 用剪刀挖去蟹味 把蟹的嘴巴清理干净 蟹塞 再把豆豉清理干净 最好把这蟹小角修一下 大嚼剪断 接下来要用清水洗去两边的泥沙 接下来我们把蟹生改刀 这蟹非常漂亮 满满都是肉 一个蟹开成六板 多说大蟹八块 我六块就够了 接下来准备点辅料 姜切片 蒜切片 葱切葱白部分 切小段 葱液出锅备用 也切小段 再切两个小米辣 出锅备用 切圈 双菜我提前已经准备好了 双菜这是泡椒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作 锅烧热加点油 把螃蟹和虾煎一下 家庭做法不用开油锅 开油锅有点麻烦 又浪费油 我们直接用了来煎就可以了 下螃蟹 再把大虾一起下锅 煎至有点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现在把它剩出来备用 锅里还留了一些底油 下面都是泄露 就不用洗锅了 再补加一点油 把葱姜蒜爆香 爆香以后 把泡椒酸菜加进去 翻炒一下 加入开水 走到一到两分钟 把酸菜的酸味和泡椒的酸味 激发出来 然后再把蟹和虾加进去 接下来我们来调个味 加一点点白糖提鲜 把蟹盖加进去 差点忘记加蟹盖了 盖一下锅盖 走一到两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 超漂亮 现在来尝一下 够不够酸这酸菜跟泡椒 泡椒有点酸 这酸菜也酸 如果喜欢吃酸的人 不够酸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点白醋 现在我们可以关火出锅了 再来泼个热油 撒上一把葱段 小米辣 泼个热油 好了今天这道鲜香开胃带有点微辣的酸汤小海鲜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关注和转发